长官,已经进入了 那是什么草药? 我当时是同一草药 所以你准备死了 你准备死了 什么? 我现在是什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 《囚犯医生》第十六章的故事 上集中讲到,李部长直接给他注射了药物 监控器早就被他动过手脚 富二代不明白 都这个时候了 为什么还没人来救他 富二代已经被李部长所害 但检察官那边还无动于衷 他们看监控里 富二代还是一个人在哪 他们立刻冲下附件室 富二代已经失去意识 南宫罗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成这样 他质问李部长 给富二代注射的到底是什么? 李部长跟他说过 用过一次的方法 绝对不会用第二次 本集中,南宫罗来向李部长下战书 他的计划分两步 第一,直接逮捕 让李部长自己招供 二是在理事会上曝光李部长的病史 让他失去继承人的资格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如果失败的话 将要面对李部长的全面反击 检察官带人去抓李部长 却遭到保安阻拦 甚至连前中央地检长都出面了 但检察官可管不了那么多 就算是刀伤火海他也得闯 他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 这检察官还真是尽职尽责 怪不得一副刀伤火海都要去闯一闯的霸气 南宫罗给李部长带来一个礼物 里面是邮票 在监狱里可以当现金用 李部长比他更狠 南宫罗的妹妹被送到国外 李部长已经找到他了 面对这样的威胁 南宫罗只好用最后一个办法 给他注射药物 李部长可没想到南宫罗居然敢在这里动手 南宫罗也是没办法 李部长实在太强大了 怎么也想不出能赢他的办法 所以只能用最笨的办法直接除掉他 哈哈 原来我们的南宫罗也有怕都不过的人 一个机关算尽智慧化身 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南宫罗 肯定会觉得一是英明居然让他给毁了 居然不得已用这种简单粗暴 不见光的手段对付对方 说出去怕是自己都要笑话自己了 至于注射的是什么药物 南宫罗当然不会说 但拿出两瓶药 其中一瓶是解药 但他并没有打算给李部长 李部长心意狠 抽了把刀刺向南宫罗 南宫罗拼尽全力 让本该刺向左胸的刀刺进了右胸 两人都倒在壁上 秘书闻讯后立刻去找医疗组 检查官还在外面和保安僵持 而医疗组的人就是宣科长 其实他一直在外面待命 南宫罗的计划就是让李部长刺他 他会给李部长注射药物 宣科长的任务就是进来后 要确保李部长的呼吸 然后给他注射解药 那把刀刺中了南宫罗的肺部 导致他有点呼吸困难 宣科长立刻采取胸腔穿刺数 南宫罗非常阴险 表面上看他伤得很重 但其实并无大碍 被刺的位置是南宫罗精心设计的 算是胸部刺伤中最轻的伤了 南宫罗真的是为了对付李部长拼了 连自己的小命都可以不惜搭上 看来真的是硬了一句话 狗急了会跳墙 逼急了 怕是兔子也要咬人呢 不过好在南宫罗没有一命抵一命 起码扳倒对方 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小命赔进去 检察官终于登场 他的任务是以涉嫌杀害南宫罗未遂 逮捕李部长 宣科长曾收到李部长寄来的兽医 甚至连宣科长的孩子也收到了一套 正所谓礼尚往来 等李部长到了监狱后 宣科长也会为他量身定做一套兽医 检察官去申请逮捕令 但领导却告诉他政权每隔几年还会换一次 但泰江集团不会 不管怎么说 李部长也算是泰江集团的主人 领导是不会批准逮捕令 没办法 检察官正好告诉领导 五天后 泰江集团将召开理事会 李部长有遗传性舞蹈病患者 还教唆高医生杀害政议员 甚至连自己的弟弟都不放过 他是绝对不会成为继承人的 领导终于被说服了 还真是有权有势 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地位 连检察官领导都犹犹犹的 也难怪万一对付了对方 哪天人家又东山再起 岂不是又要回过头来找你算账 镜头一转 南公罗做了一个梦 他和妈妈还有妹妹在海边游玩 可一转眼 妈妈和妹妹消失了 他最怕的就是失去亲人 南公罗从噩梦中惊醒 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久后他就能出院了 李部长的逮捕令已经拿到 南公罗这一刀总算没白矮 现在可不是安心养病的时候 等彻底绊倒李部长后再回来养病 也不迟 李部长杀人未遂 被抓了个现行 这是对他的侮辱 在理事会开始前 他必须出去 为了拿到李部长教唆杀人的证据 韩医生和药师试图说服高医生 但故意杀人判十年 受人教唆后后杀人判七年 无论是十年还是七年 高医生的人生已经被毁了 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只想保证妻子有足够的住院费 出狱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这就是他现在唯一的出入 尽管韩医生说是李部长陷害的他 嫁祸给正义员后又利用他杀掉正义员 可高医生还是不愿意开口 李部长是泰江集团的继承人 根本无法战胜 现在李部长已经被抓 只要能拿到高医生的证词 就能彻底击败他了 高医生终于动摇 但他有个条件要先见见妻子 李部长正被送往西首尔监狱 一切都在南公罗的计划中 接下来只要介入李部长的病情 他就彻底失去了继承泰江集团的机会 李部长虽然中了南公罗的圈套 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 外面是他的天下 但监狱里的王室南公罗 竟然来到了南公罗的地盘 南公罗必定会好好款待李部长的 正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 南公罗怕是要好好尽自己的地主之意了 换句话说 有李部长好受的了 李部长第一次来到监狱 他像小孩一样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甚至还有点享受这个过程 监狱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非常新鲜 李部长能活到今天 当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他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击垮他 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等认识到这里不是他所能掌控的地方后 他的心态就会开始崩溃 虽然现在表现的还算正常 但韩医生能看出来他正在变得焦虑 心态已经逐渐发生改变 宣科长来到特别管理15楼 准备借助安院长的力量 安院长早已收到消息 已经开始准备了 李部长教唆杀人后 杀人未遂的事被公布在网络上 泰江集团的股票浮动的非常剧烈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卖空计划 他们要大量抛售泰江集团的股票 直到他跌到30%为止 得到股票下跌的消息后 李部长果然控制不住自己了 以前这些事他都会交给秘书处理 但现在秘书也在接受调查 不能来见他 李部长有点慌了 他要见秘书 还有另一个原因 已经好几天没吃药了 他的病有点控制不住 李部长以恐慌症申请药物治疗 恐慌症的药也能缓解五岛病 南宫罗找了相似的药 莫城粉后让人交给李部长 李部长吃下了那些药 可病情却没有好转 他变得更加焦虑 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遗传性五岛病终于发作 南宫罗派人把他送到单人牢房 他打算亲自会会李部长 有个问题 南宫罗必须得当面问他 南宫罗想直接杀了李部长 但又想了想 这样太便宜他了 并且杀了他还不如 让他赖死在监狱里 这样才更有意思 李部长给了南宫罗最后一个忠告 如果想杀他最好现在下手 不然的话以后就没机会了 李部长是以杀害南宫罗未遂被抓的 但南宫罗现在却毫发无损 还可以正常上班 基于这一点 李部长申请了合理性审核 而一个小时前他的申请已经被批准了 李部长可以出狱 这意味着南宫罗没机会报仇了 南宫罗想问他最后一个问题 当时知道他在监听时 给富二代注射的吊针到底是什么 没能救下富二代成为了南宫罗的遗憾 既然现在李部长已经赢了 所以告诉他第二针是什么也无妨 李部长还是不肯开口 南宫罗猜想他注射的是假 他早已料到李部长会来这招 所以让富二代提前做了准备 李部长还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赢了 南宫罗有那么好赢吗 李部长也有点怀疑了 注射了那么多假 富二代不可能醒过来的 除非富二代不是遗传性无岛病 南宫罗现在已经万事俱备 只等理事会那天彻底激怒李部长 南宫罗的话给李部长留下了心病 他不敢相信富二代真的没死 秘书去医院问过后确认 富二代是脑死亡状态 李部长这才放下心来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 南宫罗为什么会那么说呢 仅仅是为了成口舌之快吗 李部长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终于到了泰江集团理事会的日子 宣科长又开始动摇了 李部长被抓后还能安然无恙的出来 他有点不敢跟李部长做对了 但是李部长给他寄寿衣的事他可没忘 不管怎样他已经牵扯到这件事重了 至于对付李部长的计划 南宫罗肯定会带来的 泰江集团理事会终于开始 原本投票的人是九名 富二代脑死亡缺席 现在只剩下八名了 这时南宫罗和韩医生带着富二代赶到 投票还没开始 富二代作为李氏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 在进入脑死亡状态前 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录音 那个录音正是李部长给富二代注射药物时说的那些话 他当时承认了父亲是他亲手杀害的 甚至连他有遗传性舞蹈病的事也承认了 但仅仅凭借这段录音就想扳倒李部长 显然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还有一段录音是李部长在监狱里说的话 给富二代注射了那么多怎么可能醒过来呢 李部长当然不会就此认输 录音是可以伪造的 没人可以证明那些话都是事实 韩医生拿出了一份资料 在富二代身上检测出了大量甲成分和录音里的内容相符 李部长还不甘心就算有录音和资料 但怎么证明当时他就在案发现场了 没有目击证人哪 巧的是那个目击证人南宫罗也准备好了 他就是富二代 富二代并没有死 正如南宫罗所说的那样 他早就料到李部长会给富二代注射假 所以提前给富二代准备了解药 这么多天来 他一直都在装死 为的就是在理事会这天 把李部长彻底绊倒 录音资料证人都有了 李部长没想到最后还是败给了南宫罗 李部长被捕 伊拉成为了泰江集团的新会长 吴女士的案子也被检察官申请重审 她答应过吴女士会帮她许多罪名 韩医生继续她的本职工作 李部长也想申请终止服刑 但南宫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他要让李部长把牢底坐穿 烂死在这里 李部长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宣科长这边有着新的目标 他将医院的院长解雇 那个位置现在正空着 但南宫罗可没打算帮他 因为那个院长的位置 是南宫罗留给自己的学生长 最多只能弄个副院长当当了 南宫罗接到手下汇报 李部长做出了自残的行为 南宫罗可不管他在耍什么花样 想自残的话就让他自残吧 本句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期接着聊拜拜